近日冯拱先生某高级饭局 饭中上摆满了丰盛的韭菜 一桌子满满当当的食物 从包间里的环境来看 应该也是消费不低的饭店 一心人吃完饭后就进入了拍照留念环节 面对大家的合影要求 冯拱基本上都是来者不拒 但一贯亲切的他在面对一些过于热情的粉丝时 也会展示出自己难得严肃的一面 特别是一些动作轻易的一心粉丝过于亲密时 他表现的跟平时区别很大 当一旁的女生突然伸出手搂着冯拱的腰 想要跟他抱着拍照时 冯拱毫不客气地直接推开了女方的手 并表示不能抱得这么紧 理由是怕被老婆看见 情伤真的是非常高了 冯拒绝与异性亲密合照 其实在娱乐圈早已不是个例 陈卫婷在背着女生玩游戏时 全程双手紧紧捏着自己的裤腰带 在保护女生不摔倒的同时 也尽可能地不接触到对方 以免产生误会 虎哥在参加颁奖活动时 跟女士拥抱也只是空抬着臂膀 做出搂着对方的动作 完全没有触碰到女方的背部 教养和品格从来都不是挂在嘴上的东西 从细节就可以看出艺人的人品